教育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來做教學第二集吧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沒有在做什麼目錄 所以上次教了什麼 其實我也不是很有印象 不過大致這次就先教線段 還有建模那些吧 線段的話是按這裡 這邊是上一集說的一些物件 內建物件生成 然後第二個這個就是所謂的線段 這是直線 然後你只要按到原點的話 它會問你要不要連成一體 然後這是方塊 這就是圓形啊 這個就是橢圓 可以變成圓形 這個是 拱形吧 雙圓 其實這些線段我都很少在用 我唯一有用只有三個吧 就是四個吧 為什麼它會這樣彎 就是因為按住的關係 按住的話你可以自己去先暫時線的彎一下 叫型 最常用的是这个文字 当你要打什么文字的话可以在这边输入 比方说打这位 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字型 你可以上网去抓一些什么滑糠气体的 在这个情况下按上下可以自己去切换 然后字体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平面 所以的话一般会搭配这一个 会搭配两三个一个是这一个 这个可以挤出就是 让它多一点厚度 你可以把它显成厚度 这是中间的线段 当你要做一个字体的时候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你不用再自己一个慢慢键 这样很确的 然后你这个时候想改字体 可以直接移到这边去点 可以再重选 然后第二个比较常用的是这个吧 这就是也是挤出 但是它可以再多变形一下 有点类似面的挤出的面在扩大或缩小 然后这个是后面的 这是三段 就是 自己看就知道了 这个往往看就知道了 当你要做一些小东西的时候 这个可以直接去 做处理 是蛮方便的 中间最好不要动 然后中间加厚度 它可以做个三段形的 这样子 中间最好不要变 就是三段 文字 文字的话 一般加的就是这样子 外的话就是直接给 厚度有用吗 给厚度可以 一般就是这样子 它就可以去 直接生成一个立体的东西 算是蛮 我蛮 像我这一次的脸就是了 这一次的眼睛 有没有看到 直接做个厚度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是线段 线段常用的就是这一个 然后 这是星星 有时候在做星星的时候 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在做这一个 然后 调五星 然后再配合刚刚那一个 这个也可以啦 还是回到这个方法 比较好一点 有没有 它就会有一个那种 嗯 星星造型 然后 这是算最简单 最基本的一种 用法 你如果在还不会键膜的时候 这是最最快的方法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改变一下 这是切回来 改变 然后这个是 啊 这是螺旋 Helix 当你在做一些螺旋 嗯 嗯 有没有到这种东西 很少了 这是做螺旋的时候 在用的 做一些什么 弹簧啊 可以直接用这个做 啊 这是上面的 这是上面的 嗯 嗯 这会自己玩玩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Section 然后 一般 线段 线段的话 只要按前面这个的话 按出这个 按赞这个 它就会变出一个立体的 诶 类似一个 暂存 嗯 预览的现象吧 然后这是它的厚度 有没有 把它放大 这是它的线段度 一般的话 我是用8 看前面 看前面 看你自己的情况 你喜欢的话 用3也可以啊 偏向一个圆的话 是6 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边就是所谓的 暂时先导演一下 不然我都摔100 那这就是 暂时 暂时变起的一个 预加的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自由去 改变它的厚度 因为它这个厚度是固定的 厚度是固定的 厚度是固定的 这个的话 就可以自己去 改变 改变它的厂宽 这样子 然后这是转角 可以转一下 这个也可以转啊 这个也可以转 这个也可以转 这个可以转 第二个就是可以自由变化一点 一点东西的设定 看你自己当时的情况 在使用 我要见什么东西 所以要这样子去变形 变化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 不用想想做什么 就试着去做 就 我想做一条蛇 嗯 其实有点瞎帅啊 弹簧 弹簧 这样做起来就很像 然后你在做动画之后 在做动画 它就会这样子 就是这个 一个比较可以快速简单的 弄得方式 然后导原不足的话 你这边导原就多一点 大概12吧 12的话 那就是很圆啊 这样子的话 再做弹簧就是很像啊 就是线段 但线段 这都属于内建型的线段 比较麻烦是这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线段在建的时候是 比方说 随便搭一下 然后刚刚生成的线段 比方说这个 生成的线段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有 有数值的东西 所以说的话 它 算是一个 已经弄好的线段 但是这个 直线做出来的线段 它由于不是一个 该怎么讲 这个不是 我不是很懂它的术语 就是说它只是一个 可编辑的线段 所以的话 它这边数值就非常非常多 多到真的是 看不太懂 不过扣竹 前面这一些是一样的东西 这些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个的话 是线段 这个的话 要在这个的状态下 才看得到 但是为什么现在是 没便饭呢 因为它必须是 有导原的状态下 比方说我们把这个 这个 然后滑鼠按右键 它这边会有个 好像贝茲吧 贝茲 然后直线 导原 如果按导原的话 它这边就会有线段了 这里就是导原情况 那个 算是狐化吧 狐化的情况下 你要有几段 这样子 不然我都是 看情况 它的点的话 是可以各自去 决定的 属性 属性 可以比较适合一点 而贝茲的话 贝茲就是说它有两条线 你可以自己去变动 当然这个变动 它是3D型的 所以这个变动是有点 对出血来者 可能有点 危险 因为你在变动的时候 它是 三走向的 所以的话 你在你不熟的情况下 最好是被用被子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它 不否认它 拉出来的弧度会比较漂亮 因为它可以自由去伸缩它的曲线 所以的话 效果会比导原还好很多 因为导原只是一个 单纯的弯过去而已 但是它不会处理你旁边这一个 但是被子的话 可以去自己再调整那一个弧度 因为你的导原如果喜欢说这里 然后一个直角 它就是直接这样切过去 就这样子弯的不漂亮 你如果是自己本身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一个点 然后再去弯 之类的 但是被子就不用了 被子的话 就直接这样子去 拉出来 然后 下面的我没在用 这个我没有在用 我是还是讲解 我有在用的好了 然后这个是有点 万用 好用型的 当你在选取点线面的时候 有这个东西 好吧 在线段的时候 没有什么用 然后这个就是 attach 比方说 我这边就多一个 这边还有个方块 然后我想把它加进来 变成同一个物件 就是这个 attach 点下去之后 然后去点你要的东西 它会有个小图案 然后点一下 它就会变成同一个物件 取消是按右键 按右键 按右键可以取消 就像说我现在在用 但是我奇怪 怎么不能用 因为我现在这个锁定住了 按右键它就取消了 然后这是点 Vertex 这个是 这是类似线的意思 segment 然后这是整片 你只要选一个的话 就全部选到了 这是点 线 这是全部一个线段 spline 你只要选一个 它就全部包到了 然后 这个我也没有在用 那这个是多点的 比方说你这边想弯 你这边就打一个点 所以你这样会按滑鼠去 左键去点一下 你想多少点就随便打 按一下就点下去 然后之后就会去拉它了 你想做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直接用这个 线段 加一些 挤出 这个 这个 最基本是这个 哎呦 我在评论看不到 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要做一些小东西 这个是很方便的 线段 应用 因为你直接拉面 可能有点难度 但是你直接线段 这样就可以挤出来了 你这样太单调了 你就 加那个V开头的 这个 那就会比较有点 弧度 然后这是加厚度 这是加情节角度 就可以很基本的一些小东西 现在我觉得麻烦的在于说 它好像没有黏点的东西 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点的话 就想把它黏到这里 但是它好像没有这种功能 它只有 我的话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一个一个讲 这个类似龙点 比方说 它 就是 就是 当你的点 点很多的时候 你就全包 靠近的你想把它融在一起 你就按这个 然后你去调这个 它就会有变化 再近一点 按一下 它就融 就是说 你的点太多 然后你就调一下 你要的那个 融 嗯 你要融合的距离 然后点下去 同距离它就会黏在一起 这个也是要小心使用 要不然就是 你要融这两个点 就选这两个点 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一个 Fuse 这一个 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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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几下 哇 没用过 不知道 然后 比较有用就是 这一个 这个按钥区之后 它会形成一个 这个 后面这个数值 先点你要的东西 然后压这个 它会变成这样子 自己形成一个刀角 这个是直线的 那个刀角 这些而已 线段很少 这些是根本没在用的 线段都帮我做一些带子啊 比较需要记的就是 这个 加点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再来 讲可编辑 比方说在你这个情况下 按右键 这里 这里 convert to editable poly 就是转变成可编辑的 多边形 一般你的生成物件 比方说你生成的物件 把 好 它原本生出来就是一个 内建的 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数值而已 它没有什么点线面可以让你去选 这算你要转变成 可编辑的多边形 因为它是 多边形的 所以说它没有那个 可编辑的线 这个东西是 很少用 一般苹果直接编辑 可编辑的多边形 然后它这边就会 有内建的点线面可以去用了 而线段处于 这个的模式下 它也可以直接转变成 可编辑的多边形 这个时候它的 点线面就会整个就 确定了 就可以去调它了 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用法 所以的话 不要忘记 线段它有它好用的地方 但是也有它难用的地方 然后再来讲最重要的就是 物体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写过教学 但是我觉得 没有影片还是有差 而且有一些东西以前没用过 现在都有在用 所以再讲一次 规定 规定 规定的话在这里 再拉旁边去 当我们物件生成为 可编辑和多边形的时候 所以一开始 你要做什么东西 一开始 使用内建的东西去决定之后 决定 比方说我要做什么 雏形 然后再去编辑成可编辑的多边形 那就可以去再次处理它的 好 当我们编辑成可编辑的多边形的时候 它这样子 顺便有加 这个就是群组的意思吧 点 线 edge 这个可能是区块 order 这个很少一个用 然后这是面 polygon 你选单一面的时候 点 选一个点的时候 线 选线的时候 面 选面的时候 这是全部 element 按下去之后 那就是全部都帮你选起来的 除非 它是 两个不同的 就是所谓的 独立 独立体 这样子的话 这个算是 选 独立体的用的 我们选 点 然后这边 呃 这个如果按下去之后 你会 ignore back facing 选不到 它 比方说 我看不到后面这些点嘛 然后我这样子 就包不到后面 这是预防说你在选的时候 不小心去选到 你 看不到的东西 在用的 这个其实 嘶 我很少用 但是看能用 就是物体 它是 这边挡到了嘛 挡到东西是选不到的 所以这个要善用 最还是不要用 当它不存在 可能好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 曲线 Use Soft Selection 当你按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颜色 就是它的曲线 我的线段太少 所以看不出很出来 那线段多一点 好了 线段多一点 比较明显 好 线段这么多 看得出来了 当我们点选一个点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有颜色 这是它的 影响的 比重吧 红色就是 最重 所以的话 这边 这边是调你的曲线 影响值 它这边就有个曲线图给你看 当你点选之后 然后 你去拉的时候 它会根据你的 比重去影响它的带动 这个在某方面来讲 蛮好用的 你如果看我做这个的话 有时候再微调一些 范围的话 它是很好用的 应该只需要解一个点 然后它就可以去做一个局部的一个 两个点也可以 就是看你的使用情况 这在某些情况下 就非常好用的 因为你不用一次拉那么多点 你一个点 你要拉到什么时候 哦 弃小 但是你用这种比重方式去 选拟的范围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去拉 嗯 比例式的移动 嗯 这样子吧 然后这个就一格里 所以这个把它缩小 这边的话就很重要啦 第一个为消除 比如说我要按 我不喜欢这个点 我这边按消除 有没有 它会整个消除 但是在点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用这个 因为你这个时候 如果再导演下去 因为它的点已经不见了 它整个会爆掉 也不是爆掉 它这边结构就已经乱掉了 所以点的时候最好是 小心用这一个 然后这个B什么的 这个B就是 当你选这个点 按下去它这边 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跟这个点 连在一起的线 全部都会被打开 嗯 比较打散吧 全部都是分散这样子 这个 这个我很少用 然后这个就是几出 有没有看到这个名字 跟线端那个几出 是一样的 这就是 因为选点的话 它是 那一点伸出来 这是出 这个是 这是几出 啊 几出 然后你再选 你在这个模式下 再按住 CDR 然后可以追加 然后反之按那个 这个 ALT就可以把它 取消 嗯 某方面在想应该还蛮好用的 看个人 然后这个就跟刚刚那个 现代那个的一样 你只要把 你想连在一起的东西 包起来 然后 这个按下去 它 它这个比 那个 现代好很多 它这个你就调 调到 可以吃到 可以融在一起的距离 它就自己会缩起来 这个用途 也是蛮特别的 这个我 呃 偶尔会用 蛮好用的 然后这个就所谓的 这个好像也是分离的一种 一段也有这一个指令 这个也是一个 就整个一个展开吧 展开 然后它是空的 是因为这边有打钩 这里面要打钩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般的话 我如果想做一些小洞 小洞 这边按下去 按下去 就这样子 然后之后再去处理 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连线吧 就是说 我这两个点 想连成一线的话 就点这两个点 然后按下去 它就连过来了 不用自己切 呃 你要自己切 就这个 CUT 自己切 我是喜欢自己切的 只是自己切很常 遇到 比方说我常常这样子 点 我明明是点这样子 但是它就歪掉了 但是因为我就习惯 自己再去补一下 这个完全是看个人习惯 然后再来 先点的话 这个我都没有在用 这个我记得是 比方说 我这个面不见了 然后你只要按这一个 按这一个 它就可以去 看来这个再点是没有什么用的 然后这个是属于的大 大融合 因为你只要把你想要的点 全部包起来 按下去 它整个全部融在一起 比这个还强 因为这个还要调距离 这是完全不落说 你选多少点 你选多少点 你再按这个 全部都把你融合在 它们的正中央 全部点的正中央 这个很好用 嗯 谁说很好用 是要看个人习惯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演示的一些 诶 比方说 点模式下也可以 有这个东西 那也可以去加 这是加额外的东西 然后旁边都是 就是以名字去加 用名字去加 这样也可以 看你的习惯 这是分离 DETACH 点可以分离吗 点分离就乱掉了 它点分离它会直接连 它连面一起离开 这是分离 当你选 其实这个我在面模式下 比较会用到 就按这个 它会问你 你要独立出来一个吗 这是取名字 你不要的话 按这个 不要按这个 它名字就变回事了 然后这是问你要不要复制 也就是说 如果 我要分离 我不复制 我就两个都不要勾 按下去之后 它是分离 又不复制 嗯 在这边缺一块 但是如果我按 复制 它就只是一个 你复制那些面而已 它原本还是不会去动它的 然后这个就是 你如果是 圆形复制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的 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是 在同一个地方 你要记得 你有复制这个东西 当然外表也是 看得出来 就看得出来 它这边就是 有怪怪的东西在这里 好 这就是分离 然后这是 这是啥 哦 这是切线的 蛮好用的 比方说我在这边 切一条正直线 然后切些被刀割的 啊 先瞧好你要的位置 那你按下这个的时候 它就会 切下去 那这边就切一条 然后这个 哦 这个是回复 龟正的 你调到歪掉了 它就会按下去之后 它的龟正 比方说我要做 被刀子切开 或是你要做一些 公仔的分 分段吧 你这边按一下 然后它这 这边就有一条线了 那你用这条线再去处理的话 我现在去处理一下 叫高速处理 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 剖面了 这是一个很快速的方法 你要做剖面的话 这样子算是最快的 有没有 它就变成一个很 标准的直切的线 这个切线 某方面真的蛮好用的 自从用了之后 觉得 还蛮好用的嘛 我要做一些 什么东西 切掉的东西 还蛮方便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是啥 这个我没用过 这是什么 哦 哦 这个是 跟刚刚有点类似的东西 按下去 它就有一条了 再移动它的角度 再按下去 它就切了 哦 是这样子 不好用 然后再来就是我最常用的 CUT 这个请切记 这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这东西的话 可以自由去切你的东西 只是在切的时候 这样我要讲的 你切到这边的时候 常常 那就是 你移到点的时候 它是这个图案 移到面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 移到线的时候 它突然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要注意去参加变化 我常常这样子 拉的时候 常常是 切到 没有 看起来 因为我有时候很远拉 很远切 但其实它是没有切到 切到点的 然后这时候 一导演下去 它这边就会 很明显就是 断掉 这是习惯啊 因为我只看那边 这样子 我就在那边 没有黏到 所以就是CUT 这是我最常用的一个东西 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用这种东西 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用 然后这时候再讲 因为你如果怕点切错 就按这里 这个东西 按右键 它会弹出这个画面 这就是 当你 要以什么去点选 为 以什么为东西去选取 像我这边如果把这个点 点打开 它这个 它这边就有个十字小星星 它就是以点去 嗯 锁定吧 你怎么移动就是锁点 所以说你在切的时候 再配合这个的话 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移到移过去 它就会有个黄色小十字 然后在拉线的时候 它有个绿色的 但是你会发觉 它这边颜色不一样 开那个其实用途也不是很大 就是你想开 它切过去 有时候还是这样子 我开锁点 按下去 锁点了 我这边移过去 这边切过去 都很明显的锁住了哦 那一切过去 它这个点 关掉 它这个点 有时候还是不会连住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 有时候不会 有时候会 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没有对好吗 但是它有锁点了 像这个次又不行了 诶 为什么 因为我常常 以前我常用这种东西去切 但是觉得切起来 切起来之后 它还是一样会断掉 所以我后来就习惯 不去用这个了 用不用就看个人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说它好用吗 看起来好像好用 但实际上 我只有在架骨架的时候才会用到 这有时候就是它的一些 内建设定问题吧 那有时候你这样切 它这边 颜色变了 你看它这边就破掉了 就是切习惯就是 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用不用 看个 我是没有在用 起码我在切线的时候没有在用 然后这里是Smoose 这个好乱 这个按下去之后它会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其实这个在 你一个点可能用途不大 一个点在看不准它干嘛 那是当你把全部包起来 尤其是方块形的时候包起来 它就是一个 一个 胡画的概念 所以当我 像我做那个圆形的东西 铁钉啊 一些小东西 只要是跟圆形有关系 但是又不想 用这一种做的时候 因为这种做出来 它的圆形是这样子 它这边三角面积重太多 所以的话我都是这样子 这边教你们一教 我会用100 不是100 这是正立体 然后把它的中心 归正 然后编辑可编辑多编型 然后之后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加入 TableSmoose 它会直接变成一个 低模的圆形 但两倍之后 就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 不是正规圆形的圆形 因为这种圆形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那个 三角面太多 你这个东西再导演下去 它可能 因为它很正 所以 其实还是看得出来 它这边会有一点 三角面的关系 因为三角面会变 会有一个 凹凸面 所以说它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远眼看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是 你某些角度上还是看得出来 它其实是有一些 三角面的集合 但是这一种 这一种就不会 因为这种是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再导演下去 它是一个很正的 但是看客人 看情况使用 一般加两倍就像这样子 加一倍就像这样子 然后如果用刚刚那一个 因为那刚刚要选面 但是如果把点全面不选也可以 然后按这个 有没有 跟刚刚那个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再按一次 有没有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正是一种 导演 嗯 内建导演 看你要用哪一种 都可以 就这样子 就是做低模圆形的时候 很好用 你在面模式下 面模式下也有这一个 看你个人很喜欢 然后比方说我导演了 然后你会发现它零零角角的 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老师不教还是怎样 我发觉很少人在讲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当一个物体生成的时候 它由于有内建 内建设定的关系 所以说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导演状态 你不导演就像这样子 你如果导演之后 比如说这样子 我导演了嘛 然后我把它编辑成可编辑成多编辑成 当我在生出一段的时候 它会变成这样子 这个东西是很奇怪又很诡异的现象 以前还不熟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要怎么样把上面变成下面这样子 然后有些老师很 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教这一个 有一个开头的 就是Smooth 然后 这个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的效果 就相当于你把这边面全选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 移到这里 这边有个 这边就有个内建的 AutoSmooth 有没有 所以说 光这一个 我就已经 找了老板已经找不到他的解答了 还是问一个高人跟我讲的 这就感谢那个高人 比方说像这样子 当你做出来的东西已经 因为它这个不是有问题 那这只是单纯的那个 变形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只要 把它全包 移到这边按 按一下AutoSmooth 它就比较正常好看一点 一般我是设100啦 然后看你个人 就算是一个内建的Smooth 很好用 但是你如果是想做硬棒棒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调低一点 调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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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变回刚刚的那种零形 一块一块的那种面 看自己的用途 一般我是设100 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比较糊 所以这是一个低膜 圆形 我会用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先说好 它这不是正圆形 你如果要正圆形的话 它没有到很正 但是它也算是有点标准的 用不用看个人 它不是很正 它不是很标准的一个正 但是它非常接近 它还是有差一点点 所以用不用的话是看个人 我是觉得蛮方便的 但是切记 它不是一个很正的圆 是很接近圆的一个做法 但是两者的面 比方说我这个 我这个面子需要这样子 我只要按一次 然后再按 这边再按一下 这就是一个低膜 常用的 低膜好用的圆形 因为这个时候 你再加Smooth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圆形 那这个领络要用的话 切码要 到6 到8吧 切码要 要这样子才有办法 成一个圆形 就是Smooth 下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方式 去做一个低膜的圆形 看个人 然后再来讲 有些我几乎是没在用 哦 导圆的感觉 就是你的线加倍 不影响线的情况下 去加倍它的线 哎呦 哎呦 这个好像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毛来用 哎呦 好像蛮有趣的哦 在做什么 小东西可能很有用哦 它会自行加一倍 它会自行加一倍线段 然后这边可以去改变它的那个凸起或奥入 哦 这在做什么例子什么东西 可以选很方便哦 嗯 不错不错 多选了一样 这个SYE 你只要把你要选的 点 线 面都可以 但是一般若是在点模式下才会使用 面也会 线的话比较危险 这边只要按的话它会归正 那个轴向 比如说 我这边看过去是S轴 这边按下去S轴 它就是整个一条线这样子 绝对对一条线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按0 它是归0的 这个在 至终的时候蛮好用的 然后同理的话 这个就是Y Y轴 没有它就直接扁掉 变成一直线 然后Y轴 这三轴蛮好用的 只是你要小心 你圈到的东西 按下去按下去 那就 叠在一起了 要小心使用 然后就这样 是YE很好用 这个是什么 呃 没用过 这个是啥 Grid Align 这个也是扁掉 全扁了是怎样 那这个好像是 你包到的它可以 膨胀 RELAX 这个我也没有在用 有兴趣的可以往往看看 然后这个就是隐藏 当你的点线很多的时候 你看到有点花 你想隐藏 只是这个我在面才会用到 我在点线的时候很少用 它很灰 看都没有 比方说我在做这边 我后面不想看 我就把这边包起来 然后按这一个 这边的点就不见了 你就选不到这些点了 某方面还不错 但是有时候很危险 你的Grid Align 你会说 啊靠北哪是哪 哪有点无 是哪 就按到这个 然后你要显示出来 就按到后面这一个 unhide all 就跑出来 这个是反过来的 height unselected 比方说我在包这个 然后反过来 变成没有包到的消失 这样子 copy copy是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用过 不敢用 然后下面的 我全部没有用过 然后这些就是点 然后线 线的话会多这些 下面的话 一般是差不多的 先选这一个 这个是扩散 就是你点一个东西 它会扩散出去 点也有 扩散 只是因为点看得不是很清楚 按一下 扩散 再按一次 再扩散一次 然后这就是内缩 收回来 shrink 再收回来 当你只有一个点的时候 再缩下去 它就不见了 线也是一样 面也是一样 然后这边就多一个 rig ring L 这应该是循环吧 当我按住一个面 一个线的时候 按这个 它会以 側的方式去 排圈 当你 这边现在 比方说这边现在有断掉 它会 直接转到你 断掉的地方 就是我这边按一圈 它这边被挡住了 然后 诶 那不是有切掉先吗 哦 因为我这边切到这个方向 所以它还是算 它要沿着 横面吧 去 做 选取 然后只会选取到你 有断掉的地方 很好用 挺熟用它 以前没在用 那时候用的时候 就蛮好用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 直向的 这是一个圈的选 选法 你只要 线没有断掉 这样子也算断 当你线没有连到 它这边就 连不过去了 所以你在用这个东西 在选的时候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横的 然后直的 然后直的 这样子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点呢 奇怪的是没有的 但是在 展UV的时候 却有 就很奇怪 在那个架股价也有 然后这个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一样就是你先点一个东西 然后以颜色去区别 去选 去移动 这个跟 刚刚点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有些东西是共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消除 比方说这条这圈线我不要 我就按消除 但是你切记 按这个切记一点的时候 这一圈的点你也不要留 因为你如果只按这个的话 单纯按 它的点还是留在这里 所以你要用的时候 请小心这个东西 那如何如何消除这个点呢 就是同时取消 按住 CTRL 加 这一颗 这样子 它会一起连点一起取消 这个你在 直接整 整条三 三线的情况下 你要注意使用这个 CTRL 加这一颗 不然的话 很多人都会 然后你 有时候你 你上完之后 你忘记它 它这些点的存在 然后你 连这些点都一起拿去处理的 但是这个时候 你在导演下去 它是 整个就是 怪怪的现象 所以你在删 你在用这个三线的时候 请小心 然后这个是 这是啥 看起来像切断的 哦 可以直接切开耶 哦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因为以前我切断都是这样切 以前我都是这样子 然后去切这个 然后 归零 打勾 这样子也可以做一个切断的动作 然后线段的挤出 它会变成这样子 刚才是点的挤出 这是线段的挤出 所以一样看 看用途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就挤出 范围这样子 只是还是可以去选 最佳 这样子 那这个外星人 那这样就很像 然后这个融合 编的融合 我这个融合 我是有在 点有用过 线可以用吗 线好像没什么用途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完全没动作啊 算了 当然不存在 然后线的这一个的话 就是所谓的分 呃 分离吧 然后一段 像我做头发 你最想看到的可能是这个 因为要加巩固线嘛 你直接按下去 然后 选个2 一开始1是1分为2 然后你选2的话 中心就多一个原本线 然后345 这边你就好好的处理了 一般我都选2而已 看情况用 所以说当你在 选取一圈的时候 按下去之后 它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之后你还去做 巩固线的情况下 再缩起来 你看 它这是个很明显的断层 这个技巧我蛮常用的 在做一些凹槽的时候很好用 就这样子 房间开口笑 然后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个点模式下才有啊 诶 点模式下刚刚没讲这个 这就是我也常用的 诶 这个我最常用的 刚刚没讲 因为我在切线的时候 我刚才这样就乱切 啊 比方说我切头发 比方说我切个头发造型 但是它本身的线是这样子 呃 比方说本身线是乱掉的 这样子 然后就是点对点的连 Target Weld 按下去之后它会有条线 虚线 然后拉到你要 融了点的地方去 再点一下它再融过去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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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自己想慢慢整理 一个黏点法 我蛮常用的 嗯 就这样子 刚刚忘了讲这个 所以说这一个 为什么有这个存照 我就不知道 这样子 你点的这个根本没帮我选啊 诶 奇怪 这当然不存在 然后这个是连结 Bridge 这个连结的意思是说 比方说这边有个洞 这个像桥接吧 那你把两边 对象的时候按下去 它会帮你补起来 所以同理如果有两个的话 它就是选这两个边 按下去 它就帮你补起来 调节 然后这一个是切线 这个切线要在两条 零线下 按下去之后 它内键是零嘛 它中间要分割一段 按这个小方块的话 可以去额外增加你的线段 然后这个是比例 然后这是移动 比方说一条 一条是不能分的嘛 然后一条的话可以上下去调 两条的话就可以去 比例移动 比例分开了 然后移动 这个我是很常用的 所以一般你要加线 就是这边点下去 绕一圈 再按这个 去选你要加几条 就这样子 你就按这个 然后看一下加几条 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后再选中间这一条 然后再缩回去 一样有个那个 然后这个没用过 这是什么 哦 警告算了 不要用 很危险 然后线的 线模式下的 这个 C 我记得在面模式下才有用 这个 好像有用 就是当你有破洞的时候 按下去 它可以去补 然后图案在这边变 还有虚线 要怎么拉 这个好像在 因为我记得这个在面模式下才有用啊 这都没作用啊 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也是一样跟那个 点是一样是融合的 就是把你要的 线 按下去 它也是会融合 但是我就在面或点模式下才会有 那线模式下用 就觉得好像会乱掉 就这一颗 它功能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你选的是点线面而不同 造成的 结局不太一样 所以看个人习惯 这at也是一样 按下去之后点旁边 它就变你的了 这个分离 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样是分离的 你如果是直接shift 拉出来的话 它拉不出来 按shift可以复制啊 只是在面模式下才行 在面模式下按住shift 多拉放开它会问你 你要追加吗 还是不要追加 这样子 在线模式下是无法做这个动作 对 这分离嘛 然后这个跟刚刚的点是一样的 就是切断 切线 我想自己切 切下去 切下去 功能一样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直接在你想要的地方开一条线 然后 确定好按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smos 这个刚刚一样的 sy也一样 好 所以线就这样子 然后面 面就比较多了 面一样第一个扩散 这看得很明显 然后回放 剩一个的时候它就归零了 然后这个也一模一样 一样有颜色的比重 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做东西被打凹的话 就这样子做 然后就是挤出 跟刚刚那个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它这个是直接去 面挤出 就比较标准一点 那你如果直接选一圈 它会变成这样子 因为它是沿着那个 选取的轴向吧 所以说这边你要切成第二个 只用轴 它会变成这样子 以它自己的面的那个向去 去扩散 然后你如果选第三个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子 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它这两个也是独立的 看起来是四连在一起 但是它也是独立的 有没有 它也是独立的 就是说第三个选下去之后 它是 全部独立去挤出 这样子 就是挤出 面临挤出就比较好玩 然后这一个 outline 诶 看起来像书放 看起来只是 那一个框 一个框追加 扩散范围而已 这样跟这个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要特地做这个东西 这个我很少用 看个人 你看像这个东西 我用这个也做得出来啊 为什么要刻意用这个 我选一个 一个跟面 它是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我用这个放大 不是一样的效果吗 诶 奇怪 算了 看个人 我很少 我没用过 然后这一个的话 跟刚刚那个文 那个 线段 线段文字挤出是一样的 它就是挤出 但是可以再追加一个 那个缩放 边边的东西 刚刚那个 刚刚的这一个 诶 不行 那在线段中才会显示出来 马上用 在线段中 才能用的功能 在线段中 才能用的功能 在线段中 才能用的功能 你要的轴向 你要的轴向 自己的 物件的 然后这个是 自用的 面的轴向 这是面的轴向加分离 所以这个功能跟 这个功能是有点类似的 这个是追加可以去 做些额外的变化 然后这一个 就是比方说 我选这些面 我想额外再缩小 有没有 我在某方面 会用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再做融合 诶 它就形成一个 因为你直接这样融 就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知道我 我会追加一片面 再去融 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崩 那这是桥接 桥接的 面的桥接就比较好玩了 面的桥接 好玩的在于说 它可以 我再生一个出来 面的桥接在于说 当两者物体的时候 点取那个面 你按桥接 它会直接通过去 反正它就是 你选去你要的面 两者 然后去按桥接 它就自己帮你桥过去 如果对方 一根面 这边两根面呢 它会变成 自己帮你处理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 应该可以去微调 然后这是线段 中间的线段 线段数 然后桥接还有好玩的地方在于说 它可以直接 内通连接 内通 内通桥接 比方说 刚才是对外的嘛 然后对内 就是 这边对那边 里面对外面 它这样子也可以 它会直接把你打通 打通过去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所以说 比方说你要做隧道 就是在这边打通 点一下 按这个桥接 直接把你打通 但是如果我手动我要做的话 我会 这边切一下 这边切一下 然后再把这些线 复制出来 就是unshipped 然后之后 一点一点黏 我手动的话 我会这样做 至于 要不要用 看个人 个人使用情况 然后 效果一样 但是就是看你怎么用 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 这个非 flip flip 这个很重要 不常用 但常忽略它 就是当你选取物件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里外两面 它里面其实是暗的 然后这个是反转它 里外的面 所以我翻转了 但是其实看不出来 这个时候可能要这样子才看得出来 它这样子的话是正常的表面 然后你如果把里外面给反过来 它里面就是 它会 就是它里面嘛 所以说它里面是完全没有那个 表面的情况 这是里外对调 这个要小心 为什么这个看不出来 可能它没有那个色彩吧 我就给它三个色彩 我就给它三个色彩 到底说这样子就看得出来了 翻转 它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正常是这样子 然后你如果翻转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然后你这时候如果渲染 其实是渲染不出来的 因为它已经里外翻转了 你在一般在做你没按到它不会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有去找一些低模的那个来看的话 它常常就会这样子 尤其是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这是归正 RESET X FORM RESET SELECTED 在归正之后 它非常容易有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是刚刚见出来 所以问题不大 对称 像我近色嘛 我记得近色常常出现的问题 然后这时候你如果再追加这一个 有没有 这边近色 那是近色过来的 这个设定是 自证 就是把东西归回初始化 但是你近色过来的话 它是反过来的 所以当你重置 它就会变成一个 一个里外翻转 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 多做一个步骤 就是把它再反回来 再反回来 这样子的话你去宣了 那才看得到 这个东西要 其实这个东西算进阶了 一般你也不会用到这种东西 只是怕你不能按到 你不能按到 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里外翻转 然后这个是 我记得这次是沿线段挤出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螺旋线 好了 这个螺旋线 这个线 比方说我这个面 这个面想沿着这条线挤出来 这个 这是沿线段挤出 这个我就可能不知道 来自别人的脚链 以前老师都会说不懂 但是去查 我实在是很不懂 这个东西插出来 你懂那意思吗 这个是沿线段挤出 就是说当你选取一些面 然后你想沿着这条线段去挤出来 你就按出你要的面 然后点这一个 然后再点选你要的线 然后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它线段不够 所以这个时候打开它 直接点 这是刚刚的内建的 刚刚已经设定好了 可能要先设一下 按住这一个再按这一个 然后再 这个时候按它就没有用了 所以要再回上一页 然后再按这个跑出来 然后再追加它的线段 然后再追加它的线段 这个是 我要玩就好了 这个很少再用 然后这些追加的设定 嗯 嗯 嗯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就是比较就是 不是追随它 而是利用它的造型去生一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微量看看 哪 就是连线段挤出 某方面来讲可能蛮好用的 但是我还小小小用 嗯 还是变这样子 蛮有趣的 嗯 这个是什么 Edit Triangulation 哇 这按钮怎么变这样子 呃 你在 不要用 那这个就有用了 这是刚刚在点线面模式下 没有用的 这个按一支之后 你就直接去 有没有 选它的点 它有线 你就把这个包成 包起来 它就自己补成一个面了 这是补面吧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只选线 把它拉下来 然后再选点 把这个点黏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是 直接选两个线 把它调节起来 也可以 就是结果一样 看用途而已 过程不一样 然后看你要什么用 然后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 就是大融合 把它全部融在一起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追加 按追格 再加进来 这个也是分离啊 比如说 我这个物件有两个东西嘛 我把它分开 就点选这个物件 然后按这个 这个刚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是分离 然后这个切线 跟刚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只是 这个在模式下看得到吗 完全看不到它的线 这个在点模式下才看得到 点线的模式才看得到 它的那条线 在面模式下是看不到那条线的 那这个有意义吗 没意义啊 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切 然后剩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也是 直接就是 SYE 这个好像是新的 这是什么 这个跟刚才的线好像有点类似啊 看个人使用 我很少在用这个 选的面可以稍微 嗯 嗯 就是 那个 自用轴的缩放吧 嗯 差不多 应该是效果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一个 有没有 诶 好像不是很 不是很像 这个会爆 这个好像不会爆 哦 这个好像不错哦 这个缩放好像不会爆掉 那这边看起来就很明显啊 它会整个就是 不爆掉 就是不会影响它 其它面的情况下去缩放 但是如果我平时用习惯的 这个 嗯 嗯 不是那一个 它就直接 以它自用轴去收放 哦 那这个比较好用一点 这个 啊 RELAX RELAX 这看起来好像好用一点点 哦 嗯 多学一个 然后这队隐藏 跟它是完全一样的 隐藏 显示 没有没有选到的隐藏 这样子 显示 你要确记哦 你隐藏了 比方说我隐藏这一些 你在渲染的时候 你在渲染的时候 他 诶 他会隐藏哦 诶 怎么我记得是反过来的 这边隐藏 渲染的时候也会隐藏 诶 不早讲 诶 诶 真的诶 哦 那不错 哦 不错 要多知道一下 然后这是选 编号 然后这就是刚刚讲的啦 这样说这边选10好了 没有它就会变成 这边 这边已经导演 但这边没有导演 这个很好用 我都设100 我都设100 那就是 内建的东西 所以说当你想生一个桌子 一般人家交都叫桌子 一般桌子交保 可能就直接叫这样子 然后上面就是结构 我选线 切边 两条线 然后分离 这边再选一边线 这是一条就好 然后选这三个面 挤出来 之类的 电话 很多种什么沙发啦 柜子啦 就是这样子 最基本就可以生出来了 比如说 我这个是 桌子 一般DMO的方式就是这样子 然后编辑壳 编辑 然后你把 这边的面 因为一般的桌子不会那么锐嘛 所以的话他们 这边就选一个面 然后 倒角 倒角一开始一条线是这样子 但是一般的话会用 五六条吧 然后造成一个 内建型的那种 弧画 DMO都会这样教吧 就是室内教学那些 不够多 再多一点 多到它看不出来 这样子 反正 它也不需要导原 就是因为如果你这个情况下 加TableSmooth 它会这样子 整个崩掉 但是在DMO当下 它这样子很正常 就是导角 然后以上就是物件的内部设定 手用这些基本的指令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做出来的 像这些 全部都是切出来 慢慢拉的 然后 这边就是各自应用 所以说一般组柜子 你想自己挤出来也可以 用堆叠的方式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最喜欢叫柜子 只是我的柜子很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柜子啊 不然呢 想长一点就让它长一点 然后这边再复制就可以了 同步 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说有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 利用它内建的方式去做 做初步处理 然后再去做变化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试着自己做 你的电脑桌旁边的东西 萤幕啦 喇叭啦 你四周看得到的家具 你就试着做做看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做 你可以先不要去导演它 你就单纯先把形状 硬邦邦没关系 你就事先做形状 然后你如果 比如说 想做手机按钮什么的 你就上来 让它长出来一点 然后缩小 只是现在手机在那边按钮就是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说还去 从这边长出来 这样子只是 多做线有点麻烦 试着去用 然后这边可以改颜色 这是内建颜色 这边都可以改 这边 一开始不要去动太多 可能会比较没那么复杂 一开始先练习一下你的建模 指令 试着去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表现说我要做一个圆柱型的东西 像柜子啊罐子啊什么的 就练习一下你的 注意这个走向 然后转的 这个时候稍微转一下 看一下它的其他角度 然后一般的屏口这边不是凹下去吗 那你只要 那你只要 结果一样 用图不要没关系 然后把它 100 正常是不会100啦 正常都一样是45吧 嗯算了 算100好了 看个人习惯 就是一开始你不要想求什么都很漂亮 你只要把形状建出来 然后你 这种情况下你加导元 它会这样子 这时候就加巩固线了 比方说这只有一条 他这边就 糊掉了 然后再加巩固线 你想这样加也可以 好 你想这样子直接 绕一圈 分割出来也可以 就是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看你 看你想怎么做而已 一般也不用三条 两条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就是你要先习惯一下 你的做法 先不要想导元这种东西 先 先 低膜 然后稍微能做出你要的形状 这样子就 就 作业 作业 作一下吧 自己看得到的东西就做做看 很 就是外形 外形就可以了 比方说这边好像有点弯进去的感觉 再切一条 歸零 然后缩 养乐多 有没有 所以说这个东西变成说你的 这边再配合这边 用途 然后再配合你的那个 观察 养乐多 然后再贴张养乐多的图办就很像 一样就是这些东西做说法 这就是 物件的一些基本指令 然后开始要做什么东西 用什么东西伸出来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我这边都是这样做的 嗯 好啦 所以今天就先这样子好了 不然再想一下就太多了 因为那时候我在学 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只是那个时候 我可能一下子跳太多急 我好像直接跳去做忍了 只有忍的话就卡了很久做不出来 然后之后就试着做 试着做房间 诶 觉得诶 好像还蛮 比较快一点 诶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 无中生有趣制作 然后试着利用我讲的那些 观察它的360度 有一些小东西 那个比较明显的就这样做 然后同理如果是凹进去怎么办呢 你就按这一个 它就会伸出来了嘛 刚刚讲的 然后这样挤出来 挤出来如果是 数值是负的的话 它就凹进去了 有没有 然后它就凹进去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很简单 只是在说 你怎么去应用它而已 然后你 应用久了就很简单了 真的 所以再复杂一点 你那些什么 纹路雕像什么都可以做出来了 比方说这一把 这把 这把枪 这把枪就是很多 很多聚集体聚合出来的东西而已 你这样看起来也许很复杂 但是其实那是一块一块叠起来而已 一块一块叠起来 只是因为 刚好 这把枪有它的三式图 所以的话 我比较没有那个问题 把你的纹路全部都刻出来而已 那就是一块一块 然后叠出来而已 其实不难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练手的话 你这个就会做了 好像这一把的话 大概就有 零件有100多个 组合起来而已 这一种 因为它是硬邦邦 它不用弯 它不是像那种 身体需要弯曲的 因为它整个就是硬邦邦的东西 所以你去穿它 它是完全不影响的 只在说 这么复杂的东西 要有很棒的设计稿 才有办法做 但是不难啊 你这边熟了之后就不难 你能无中生有之后 这个是真的不难啊 这是今天第二集交的 物件的这三个点线面 请务必要练习 好啦 那今天第二堂课就就要这样子 然后看有什么问题 好像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算是先从基本慢慢教 再开始慢慢教 你怎么剪一些 比较复杂的东西 其实复杂的东西也是从 Boss Box 那个 V Orcus 开始的 所以说还是 看你的 基本功 你这些基本功你一定要练 不然的话你怎么做出来 所以还是不会 好啦 那就先这样子啦 有什么问题 就再讲吧 好 第二集就到这了 第二集有我们ROR 我看每一集都换一个好了 我一百多只应该够了 一次一只也要好几年了 好啦 那就先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再提出来 好 拜拜